傳統智慧都認為買籃籌股好穩陣 但原來都有機會一日狂射幾成 明明說買金可以保值 一夜間又可以貶值 今時今日我們會將這些預計不到的事 叫做黑天鵝效應 到底甚麼是黑天鵝呢 黑天鵝是指不尋常以及難以預測的事件 通常都會引起市場的連鎖反應 十七世紀的時候 歐洲人相信所有天鵝都是白色 完全沒想過天鵝會有其他顏色 直至到澳洲發現第一隻黑天鵝 推翻了世上只有白天鵝的理論 為何黑天鵝會成為金融翠軟呢 作家Nixon Nicholas Tape認為黑天鵝的出現 顯示人類靠經驗以及觀察得到的知識有局限 07年的時候寫了黑天鵝一書 將預測不到 得如其來的事比喻為黑天鵝 黑天鵝有甚麼特徵呢 得如其來無法預測 歷史上未出現過 事件會有巨大的影響力 因為一個單一的觀察 就令到之前一直相信的東西和理論完全失效 而出現之後 我們會用自然規律去解釋 令它變得合理和可以預測 即是所謂的事後恐明 曾經發生的黑天鵝事件 08年的金融海嘯被形容為黑天鵝事件 因為無人會想到美國政府希望人人有屋住 到最後演變成次案風暴 大型金融機構陷入財困或破產 事件影響力巨大 掀起環球股災 香港人都因為購買迷債捲入漩渦之中 海嘯過後 專家解釋 全球一體化令銀行互相連結 一間倒閉就引發骨牌效應 事後恐明的解釋 再一次驗證 金融海嘯是所謂的黑天鵝事件 再次驗證 保釋 既然現在有消息 除外面